有新北市员李一起与关天下有线电视公司 共同举办的东北角小小主播营 今年已经迈入第二届了 今天是由共聊国小的五六年级学生 要来体验主播播报台上的工作 学生事前都认真练习 每个人几乎都一次OK 也让录制过程很顺利 学生也体验到新闻媒体的直播流程 透过镜头带您了解 在休息的空档不断利用时间练习主播稿 这群由共聊国小五六年级学生组成的小小主播 今天要来挑战一日小主播 不过进到摄影棚里站在摄影机前 小主播表情还是略显紧张 不过因为事前充分练习 念主播稿几乎是一次OK 让人见识到学生不凡的潜力 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跟期待 那所以从今年我们还是一样 延续着跟观天下在举办这小小主播营的活动 那其实主播营的活动 最主要不仅是可以培养小朋友 同学们的自信心 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很大方的来面对群众 也让他们能够去了解到新闻媒体 还有一些节目制作的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想就一直看那个字幕 那好不好玩 好耶 为什么好玩 也可以知道那个主播的辛苦 观天下主办这个小小主播营已经六七年 那我们从戏子一直办到东北角外围的国小 那一直持续办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是因为说每次我们看到这些国小 来到我们的摄影棚 那种兴奋的心情 还有站在主播台前 然后那种紧张的心情 我觉得是非常的开心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在他们小朋友小学的时候 能够有这个经历 或许时间不是很长 但真正的体验那种印象是深刻的 观天下雨线电视总经理指出 举办小主播多年来 每每看到学生站在镜头前 自信紧张或是深色的表情 都可以看得出学生对于活动的兴趣与重视 这次小主播跨足道偏乡 希望带给孩子们更多不同的体验 那刚刚整个活动看下来 小朋友都非常的雀跃 但是也相当的紧张 有很多小朋友其实在台下念的时候都OK 那一上台 面对摄影机大家都会紧张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体验 那也给小朋友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回忆 新北市议员林一齐林一元 然后补助了我们东北角有五个学校的小小主播营的经费 然后让我们小朋友有非常难的机会 可以进到那个主播棚里面去播报新闻 然后相信经过这一次的体验之后 小朋友一定会觉得会对自己的一些语言的发表 或者是仪态的表现应该会有更深刻的印象 岳林一齐则表示 偏乡地区的孩子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媒体 透过主办小小主播营活动 让更多孩子拓展事业 走出校园多元学习发展 将来或许也能朝这方面来发展 借成为细致采访报道